把你的包皮给切掉 嗯 很不错诶 真心是不错诶 大家好 这里是周波克斯 上一期我们是做到 味道咸的面包 要吃甜的面包 有甜的做法 也是有简单的步骤 我的不专业料理 现在就正式开始 有没有准备的东西 有面包 蜂蜜 蛋 香蕉 还有就是牛油 好 我们先开始 第一个步骤 把你的包皮给切掉 好 把香蕉切拌 下一个步骤 在锅上加一点牛油 and then 你就可以加上你的banana 现在就把刚才烤的香蕉 给放在你的面包上 然后把长的那个部分 给切掉 加上honey 下一个步骤 我们就要把它给卷起来 然后 沾上蛋 锅呢 就用小火来煎它 就烤到它 有点金黄色 这样子 就可以起锅了 来 然后现在 切一半 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 现在是试吃 它吃 就是 甜的 比较好吃 还是 Bisang Gorin Bisang Gorin 比较好吃 这个比较好吃 Bisang Gorin 是脆度 这个是味道 可以 你们可以回家吃 尝试看 下一道 你所需要的材料 Bisang Gorin Bisang Gorin Bisang Gorin 然后呢 Marshmallow 还有就是 面包嘛 就这样 好简单 OK 第一个步骤 两片面包 然后 去塗上 我们的Duck Chocolate 然后剩下 去把Marshmallow 给放进去吧 现在热锅 OK 我来试试试评价一下它的味道 吸起来 我能打出这个味道加分很多 来 嗯 好不错诶 真心是不错诶 我觉得大巧克的味道很适合这边 它就酷 然后就平衡掉 Marshmallow煎 好酷拿的啦 大巧克隔水加热就这样搞定 OK 味道很良好 就是这样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都可以做 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想要看影片的话 掌声加热销 我们听不到点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才知道 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IG add db story 如果你在Facebook看到这个视频 就亲切的关系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那个subscribe button 我们下次语言再见 拜拜